他是江医师 人在医院不是为了工作 我已经忘记我什么时候 配对建立了配对资料 所以当初一开始其实接到通知 以为是诈骗 大学参加验血建党时隔将近20年 收到配对成功通知非常惊讶 很快决定全力配合 谁知道好事多磨 8月8号向医院请假之后 本来要到花莲捐赠造血干细胞 却碰上台风 临时改地点为台中慈祭医院 搭早班高铁前又这么刚好 因为前不久地震 列车必须要安全检查行程延误 就这样过了一关又一关 终于抵达目的地 平常就是根据我自己的专业 在照顾别人来救人 那其实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救别人 我觉得很有意义 过程曲折一点也不觉得辛苦 还是带着温暖微笑 时间上的配合度非常好 那他本身的这个阵链也很好 因为他觉得说这是救人一命 天灾考验善念不变 将一时热血助人的精神令人赶佩 大爱新闻郭宁 辽学姓李成泰台中报道 偏乡如何在有限的时间之内 空间内